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布君 说起恐龙大家都知道 在现代科学的认知中 它是一个在6500万年前 因陨石撞击而在地球上消失的物种 从那以后地球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 直到300到400万年前才出现第一批原始人类 可如果有人告诉你 人类可能与恐龙生存在同一时期 甚至恐龙还成了当时人类的坐骑 同时他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现代化武器 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 你会相信吗 就在公元1961年 秘鲁伊卡省一个叫做奥库卡赫的沙漠中 出土了几块雕刻着人类身影和恐龙轮廓的奇怪石头 并从那以后陆陆续续的从这片沙漠中 出土了很多类似的石头 有的石头上甚至还雕刻了不猎恐龙的场景 难道当年的那颗陨石并没有完全灭绝恐龙 而在后来的日子里是人类无休止的狩猎 才让恐龙真正灭绝的吗 更奇怪的是 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 有人发现石头上雕刻的壁画 好像是人类在高空利用工具 在狩猎恐龙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第一架飞机是1903年发现的 而那个时候恐龙早就不在了 所以有人分析这些石头上雕刻的人和飞机以及工具 描述的可能并非是现代的人类 而是更早的人类 更有意思的是 这些人类的家乡可能并非在地球 而是传说中的尼比鲁星球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 就在1966年的一天晚上 比鲁当地一位伊卡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哈维尔卡拉布拉达克亚 和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诊所加班 就在这时他的好友菲利克斯带着一块石头来到了哈维尔的办公室 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哈维尔 哈维尔拿过来一看 这块手掌大小的岩石上雕刻着一条非常精美的小鱼 这可不是一般的鱼 而是一种史前的鱼类 看到如此精美的雕刻品 哈维尔见烈欣喜 于是就问 菲利克斯这是哪来的 菲利克斯对他说 大约五六年前开始 市场上就有人贩卖这种上面雕刻着各种图案的石头 这让哈维尔感到十分好奇 于是决定自己前往市场一探究竟 果然来到市场上后 他看到了很多贩卖这种石头的小商贩 于是他打算挑几颗带回家仔细瞧瞧 就在这些小商贩的摊位前挑了又挑 最终他选了三颗客友羊驼马和鹿的石头把玩了起来 可当他仔细观察时这羊驼和马的脚上竟然有五个脚趾 于是哈维尔便开玩笑的说 你们这刻画的也太不专业了 为什么要把马和羊驼的脚上刻上五个脚趾呢 可商贩却回答说这不是他雕刻的 而是在一处沙漠中挖到的 好奇的哈维尔把目光投向了商贩摆在地上的其他石头 发现除了他手上的这几颗以外 在其他石头竟然还雕刻着恐龙 更夸张的是 有一块石头上刻着一个挥舞斧头的人 骑在三角龙的背上 也有一块石头刻着一个人骑在翼龙的背上 还有一块石头刻着一只暴龙在追杀一个人 这让哈维尔非常的难以置信 像刻画上这种人类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场景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根据哈维尔的说法 在他发现了刻有恐龙的石头后 便开始陆陆续续搜集这些石头开始研究 他也曾经怀疑过这些石头会不会是有人在恶作剧 才将人类与恐龙雕刻在了一起 但随后这个想法便被自己否定了 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的毕鲁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多 外加当时信息传播不像今天这么及时 所以当时毕鲁知道地球上 曾经存在过恐龙的人并不多 因此哈维尔认为这些石头不大可能是当地人造假的 于是哈维尔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始研究 就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瓶颈 时间来到1967年 哈维尔将自己搜集来的33颗一卡石寄给了一个开煤矿的公司朋友 路易斯·霍克希尔德 他的工厂刚好有设备可以鉴定这些石头 果然在经过仪器的检测后 他们在雕刻的线条上发现了一种被天然氧化的铜绿 而这个现象至少要经过8到15年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这块石头绝不是近代的产物 后来在德国的波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经过铜绿测试 以及一些其他的科研方法鉴定后证实 这些石头上的课图最少是500年至几千年以前课上去的 这个结果让哈维尔更加认定 这些石头不简单 于是他将这些石头统称为一卡石 并将其分门别类 比如有的石头上面雕刻着远古动物 有的则雕刻着太空星系 甚至有的雕刻着史前大陆以及远古发生的大灾难 无论是哪个类别的图案 都能彰显出雕刻者对这个宇宙非比寻常的清晰认知 于是到了1970年4月 哈维尔迫不及待的向当地政府申请 要对奥库卡赫沙漠进行挖掘 可不知道为什么秘鲁政府 却在同年的7月16号拒绝了哈维尔的申请 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之前聊过 有人曾经在埃及金字塔下面发现了一座地下城的遗址 并向埃及政府提出挖掘申请 同样也是被拒绝了 但不同的是埃及金字塔是被承认客观存在的 当时的政府是考虑到技术不成熟 害怕破坏了金字塔的构造 所以拒绝了申请 但伊卡什是一个从来没有被承认过的文物 也不存在被破坏完整性 为什么还会被秘鲁政府拒绝呢 被拒绝后的哈维尔非常失落 可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却传出了有考古队伍 在终生代地层发现了一具恐龙海骨 和一颗人类盆骨的碎屑 这些证据似乎在证明 恐龙与人类可能共同在地球上生存过 就在2020年 美国一位农民在挖掘土地的过程中 意外挖出了一具化石残骸 于是他立即联系了当地警方 警方赶来后又立刻联系相关专家 随后这些专业人士带着恐龙化石 回到了他们的研究所 经过一个星期的化石研究后 他们发现 这是一个霸王龙 不过发现恐龙化石并不惊奇 惊奇的是在这具恐龙化石的头骨上 居然发现了一个疑似子弹孔的痕迹 这个小恐与眼眶并不相同 所以排除恐龙畸形发育的可能 而且这个小恐精准且平滑 只有物体高速通过后才会留下 同时这个位置打得很精准 直接击中了脑部 如果真的是子弹造成的 那么发射这枚子弹的人 一定对其进行了瞄准 这只恐龙才会因此被一击致命 研究人员还表示 造成这个弹孔的子弹只有1.5厘米 如果是真的 那么只有现代枪械才能造成 不过这并不能说得通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 热兵器枪械最早可追溯到 西元12世纪 中国南宋发明的火枪 在这之后持续不断的引进 才出现了我们现代的精密枪械 而恐龙出现在距今 6500万年前 制人员仅在数十万年前出现 人类和恐龙是完全没有重叠过的 但如果在当时没有枪的存在 这个小恐是如何出现的 如果真的存在枪又是谁射杀了恐龙呢 难道人类真的曾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吗 如果你认为刚刚我们说的就已经很离谱了 那么接下来伊卡什上面的内容 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对地球历史的认知 因为哈维尔竟然发现了史前抛妇产的画面 在一颗石头上可以看到一位孕妇 在被一名好像是医生的人用刀抛开肚子并取出胎儿 在这个过程中孕妇完全处在麻醉的状态 除此以外还发现了心脏移植的画面 可人类史上第一个心脏移植手术是在1967年 是在这颗伊卡什出现后发生的事情 这也似乎证明了伊卡什并非伪造 更离谱的是 在1967年哈维尔还发现了一颗画有开炉过程的伊卡什 在手术前医生先用力气划开病人的头部 当头部被成功打开后 医生就会开始治疗 巧合的是 我们之前聊过的在1927年 曾有人在帕拉卡斯山区里 发现的多具长头人骨上 也有做过开炉手术的痕迹 重点是帕拉卡斯半岛与我们今天讲的伊卡什 甚至纳斯卡线条的距离都很近 而在伊卡什上甚至可以找到 与纳斯卡线条一模一样的图腾 难道伊卡什与当初射杀恐龙的人 以及纳斯卡线条的创造者 都是那批被做过开炉手术的长头人吗 哈维尔在一次采访中说到 在他研究伊卡什的早期阶段 有几块让他非常的困惑 比如有两块石头 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张地图 但却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着很大的差别 于是他想到 会不会是伊卡什的创造者生活在恐龙时期 当时的地理环境未必与今天相同呢 而根据目前很多学者的说法 在很久以前地球上可能只是一块大陆 直到两亿年前 盘古大陆开始分裂 而这两块伊卡什上表示的 很有可能就是正在分裂的大陆 上面除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以外 还描述了姆大陆亚特兰蒂斯以及雷姆利亚大陆 除此以外 这两块伊卡什描绘的地图上还出现了很多星星符号 而这个星星符号在苏梅尔文化中 竟然是阿努纳奇的象征 难道这些星星符号是当年阿努纳奇来到地球后的降落地点吗 最后哈维尔认为有一批外星人在大约4亿年前 从很遥远的星球来到地球 而这些伊卡什很有可能描绘的就是他们的世界 也就是阿努纳奇所在的尼比鲁星球 他们来到地球后为了更好的淘金 不但创造了人类还除掉了恐龙 可就在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伊卡黑石撰函的书籍后 他在当地不但失去了人们的敬仰 甚至还成为了当地人口中的笑话 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克什并不能完全证明 人类与恐龙共同存在过 这可能是个骗局 同时伊卡什的小商贩后来承认 这些伊卡什的刻画是他用牙科医生的钻孔机制造出来的 同时运用石头和牛粪进行烘焙 一边给人制造出历史久远的错觉 但这也很有可能是他为了躲避秘鲁政府逮捕而说出的谎言 因为在秘鲁出售文物是犯法的 直到如今伊卡什的刻画是否真实 已经无从得知 那么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